每年義務義男報到當兵 為期四個月的國民兵役 國防部計畫年底公告 最快從二零二四年 調整成一年兵役 同時義男的薪水 可能要調漲成為一萬五 跟不改薪水比起來 那一定是會比較吸引力 如果人這麼多的話 一萬五就可以了 沒有說非常吸引到我 但是至少有漲這樣子 心想調整義男普遍認同 國防部研理 一期延長方案公布 同時加薪案也會跟著公布調整 只要行政院合備通過 義務義男入伍 二兵從現階段每個月 六千五百零五元 立刻晉級到一萬五千元 如果加上外離島 以南沙太平島來說 每個月就有高達兩萬元 東沙島 馬祖大丘等 也有一萬七千兩百多元 金馬外離島 或是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營區 本縫再加上加幾 每個月都有一萬六 連特戰也有兩萬一千元 我們剛剛就講的 大家如果接受的 我們也接受吧 我們的算法 可能有不一樣的地方吧 主席講按這個鈔票發了多少 我們也講除了鈔票以外 你吃的做的也是我的 國防部原先規劃 希望政院能同意 朝最低工資兩萬多元調整 卻傳出卡到預算問題 原理從一萬五開始施行 依據相關單位提議的 以1.5萬元作為一個生活費 如果這個方案是在兵役延長的 這個部分確認的狀況之下的話 那麼國防部對於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配合相關部會的 一個意見 在考量國家財政 以及一南生活津貼 提高義務一官兵薪水 國防部與時俱進 要讓研議案獲得更多民眾認同 三地新聞網家洪陳炎豪 台北長老島 最高紀錄 公司的紅色 抗議案獲得更多均勢 我們收入 北長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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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